有沒有當主播比當選手好的八卦吃雞排賺兩千 可以啊 呃靠腰來不及 啊來不及了 這應該對 好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啊 隨風哥 可以的 這個我說的是真的啊 欸我 台北那家公司在廣納人才啊 他們好像要找個什麼 他們好像要找個專職的主持人吧 我不是主持人啊 我跟各位講過啊 我只是過去露個臉而已啊 就是 基本上就是過去露個臉 然後他們 喔 7S 大一定要 我只是過去露個臉啊 然後就拿錢啊 那他們 他們 就是公司 台北那家公司應該也不會在意啊 因為 他們本來就是用我的人器 去拉抬他們 因為他們那個新開的嘛 他們本來就是用我的人器去拉抬他們的那個 呃就是 也就是他們的 他們要的人器啦 那我當然也沒差啊 我就是用我的人器去那邊拿錢啊 不過錢有點 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不說了啦 不過他們有在找那個 專業的那個 專業的那個主持人啊 因為你也知道他們那個節目 你說比專業度 比專業度 怎麼可能比得過 GPL 不要說GPL了 連TSL 什麼 什麼ESR都比不過啊 根本就沒有那個環境啊 他們知道 少一些有名氣的人嘛 那我想想看 我看下一次 下禮拜的節目我就推薦好了 落葉隨風 呃跟我 然後我們就在那個 場上 真人PK一場 也不錯啊 反正你啊 啊 啊 落葉隨風跟我 就是 哦 我不想進一集 啊 感谢观看